卢中国中的校庆活动是相当的丰富 不但有园游会活动 还有校内的卢州之星冠军一同参与演出 另外中途班的学生更发挥了爱心进行义脉 让校庆活动显得是既热闹又温馨 不管是扭腰摆屯都难不倒陈玉豪 他是卢州国中九年级的学生 历经了一年的苦练 让他的肚皮舞演出 在今年度拿下卢州之星的冠军 表现相当亮眼 我很感动因为我去年有参加 可是大失败 然后今年参加就成功 努力一年就成功 校长表示 陈玉豪是资源市中途班的学生 经由适合的辅导教育 每个学生都可以找到发挥的舞台 他是我们学校今年度 那个样样嘉年华 这个音乐才艺比赛 得到第一名的同学 那代表我们学生是这个人才机器 我们叫人才机器 学生有多方面的多元的才华 除了陈玉豪的演出以外 资源班的学生们也在校庆期间 将用新制作的陶艺品 气球等作品进行异卖 所得还会捐给学校的仁爱基金 用来帮助需要协助的学生 天外天新闻方建凯 刘耀文 陈玉豪采访报导